猫屁股红肿 从主人会看到 比如说在给它用纸 或者是清洁肛门的时候 会看到它的屁股出现肿了这个情况 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它是哪种类型的 比如说是因为排泄物 或者是猫的便便 沾到肛门上时间太久 引起的这种肿 还有说是猫猫的肛门线 头盔引起的这个肿 另外一个是不是它过度的一个舔食 就像皮肤病或者是过敏 引起的这种骚痒 也会引起这个肿 所以说要结合起来 它的这个临床表现和症状 来判断它是哪种类型 最常见的这个肿 比如说它的这个肛门线出现 破溃 这个肿是常见的 皮肤病是比较少见的 另外一个就是或者肛门周边 没有多到几十的清理 而引起的这个肿 所以说这些是猫猫出现肛门肿的一些 最常见的一些分别 小贴士 猫猫出现肛门肿 最常见的是由于肛门线泡溃引起的肿 其次也有可能是因为排泄物或猫的便便 粘到肛门周边为及时清理所引起 另外猫猫皮肤病或过敏引起搔痒 过度舔食也会引起肛门红肿 但是一般比较少见 感谢观看